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志玲被誉为台湾第一美腿,1974年11月29日出生于台湾台北市,华语影视女演员、模特、主持人。2000年,林志玲签约凯沃模特经纪公司并开始职业模特生涯。 2002年,林志玲因拍摄某企业电视广告而获得更多关注,并于次年被媒体评选为台湾第一美女。 1.73米的身高,54公斤的体重,光从数据就能看出来,这种身体比例堪称是众人追求的楷模,甚至大多数人模仿都模仿不来。 这也是为什么她能脱预而出,登上大众情人的宝座,是身材,是嗓音,是气质,是修养,而不仅仅是脸。 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作志玲姐姐,这几个字可不光是字面意思,不仅包括了大家对于她的欣赏,还有对她能力突出的羡慕。 林志玲不仅乐观开朗,阳光向上,脸上总带着那份甜美的笑容,而且她还爱撒娇,兼具成熟妩媚,所以不夸张地说,那时候的她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由于是模特出身,所以她接过内衣代言广告,就是这一广告因为尺度问题被中央电视台禁播,一方面说明代言的内衣确实太性感惹火,一方面说明她确实身体比例堪比黄金分割,太完美了。 之后的内衣广告她再次展现出了极致性感时尚,所以一度被网民视为第一性感女神。 2.谢金燕 从BBB到一次次领人惊艳的跨年演唱会,还有姐姐的发布,到去年在个人演唱会宣布暂别演艺圈传口气,谢金燕近年来不论是演艺事业,私人生活都经历了大起大落。 休息过后的最近,姐姐再度回归,又是版面满满,先不论这次话题聚焦处,对于编辑来说谢金燕的魅力除了在于她的努力,莫过于那双每次看每次经验的美腿。 其实最一开始,谢金燕便是在综艺节目《欢乐周末派的美腿小姐选拔》中夺冠出道,那时候是1989年,之后谢金燕常饰演了电影。 电视剧,先是以玉女身份开启了歌坛之路,虽然穿着长裤,不过还是可以发现谢金燕的长腿比例。 不过近年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绝对是谢金燕每一次的现场,跨年表演。 除了惊叹,姐姐怎么看起来永远如此年轻,身材保养得更是厉害,不仅仅是浓仙合肚而已,谢金燕的腿还有肌肉线条,穿上超辣的表演服装,只能说实在是吸睛到不行。 随着一次跨年演唱会戴琪姐姐的声势后推出姐姐,一系列宣传辣罩也很有看头。 这次出镜,她不吝惜的大秀身材,她的腹部平坦无坠肉,细腰盈盈一卧。 穿着短裤的她,还炫出107厘米的白皙眉腿,实在太吸睛了。 3.杨秀慧 艺人杨秀慧直率风格,说话犀利搞笑,加上流利的国台语交杂,犹如双生带人体翻译机,最近上遍各大综艺节目效果十足,人气暴涨。 杨秀慧虽已年过半百,但脸蛋,身材保养有道,跑节目通告偶尔会打扮性感,展现性感曲线,私下则多半包紧紧。 社交平台顶多就是生活分享,她之前心血来潮穿着超短热裤,秀出修长美腿拍摄性感照片,除了双球、剑客外,还加开高叉大陆白皙美腿。 杨秀慧为了拍摄美照,到医美诊所做热融之,让腹部看起来更紧实,而在节目中尚未公布真面目时,火辣身材吸引现场人全数支持拍写真。 杨秀慧对自己拍摄成果,直赞满意,粉丝拱真的出写真集,她笑说,那我要先做民调,真的有人要买再说,不然亏钱怎么办? 好歹我也保持四十,五十年清白的身躯,若要出写真集少说,也要卖个两千本吧。 而她也放话若真要拍,尺度绝对不止这样。 4.孙芸芸 台湾第一名媛孙芸芸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穿搭照,可甜可言的打扮成为时下女孩的穿衣指标,不仅超会穿。 连保养也非常讲究,经常健身的她,身上肌肉超结实零坠肉,根本不像是已经有生过小孩的身材。 她曾晒出拍摄花絮照片,一双美腿长到简直要超出荧幕了。 4.孙芸芸在社交平台上贴出一双又直又美的双腿,腿上穿着性感黑色透夫丝袜,网上抬腿又交叉晒出PRO的新靴,再次掀起网友热议。 不少粉丝留言大赞腿美,什么都能驾驭,太细了啦。 4.孙芸芸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穿着比基尼在海边拍摄的美照,此前她就在网上晒出了自己在国外某海边度假圣地的风景照,碧海蓝天,风景优美,看得出是少有的度假好地方,令人好生羡慕,而她的美照也是引来无数网友的热议。 在照片中,只见孙芸芸身穿黑色比基尼泳衣,坐在海边的礁石上,展现出自己绝好的身材比例,那一头乌黑的绣发更是披肩头两边,彰显出那种妩媚的风情,而那双超长的美腿却是非常地吸引人的目光,在那凌乱的礁石处,更加地吸睛,那腿长好似有一米八一样,又细又长,真不知道是怎么保养的。 5.吴佩茨 说起曾经的吴佩茨,可是有着九头身美女的称呼,作为模特出身的她,身材比例可是格外出众,而且颜值气质也很在线,可以说事业发展应该也是很有优势的。 5.吴佩茨 5.挺着大运渡的吴佩茨,似乎除了超明显的运渡外,完全看不出发福的样子,秀出一双纤细美腿,虽然不在模特圈,但是身材却依旧保持着在模特圈的状态呀。 5.在给6岁儿子Huns准备生日派对上也是别出心裁,吴佩茨举办了以超级马里奥为主题的生日派对。 5.他邀请众多好友姊妹们一起参与生日爬,不仅在场地布置许多游戏超级马里奥中出现的元素,就连会上的来宾都戴上马里奥的帽子, 5.吴佩茨则是整身都换上超级马里奥的装扮,不仅露出一双修长又纤细的美腿,身穿过西长袜的他,小鹿性感的绝对领域,相当吸睛。 5.之前,吴佩茨在自己的生日爬上,端出了超豪华三层蛋糕,甚至还比女儿Haley还高引发话题。 6.这次他则是准备了精致的翻糖蛋糕,蛋糕上不仅布满了超级马里奥的角色,就连人物角色都刻画得相当生动,可以说是相当费工又精细,跟真的角色相似度近乎百分之百。 6.隋唐 隋唐是一名知名演员,他有着很多的代表作品,特别是他最经典的那个台词《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6.让很多人记住了他,隋唐的代表作品有《舞动奇迹》,《撒娇女人最好命》,《犀利人妻》,隋唐多年来也是拍摄很多的作品,让很多人也记住了他,生活中的隋唐曾经与前男友纠缠八年多,后火速嫁入豪门,四年生,三胎很是幸福。 隋唐有着一双让很多人羡慕的美腿,那时候的隋唐一出道,就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资源。 隋唐开始的时候就是拍摄电视剧和电影,在很多的电视剧中隋唐的出色表现让很多人对他有了记忆,特别是隋唐饰演的《犀利人妻》。 在这部电视剧中,隋唐的表现让很多人对他的演技赞不绝口,凭借这部作品,隋唐也是获得当年的事后提名,可惜的是最后还是落败,但是一点也没有影响隋唐的事业。 隋唐2020年5月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出一张美照,在满洲西洋西下的粉色间层天空,如此放松的环境,牵着儿子Max和女儿Lucy享受着大自然, 也让他直呼,觉得幸福,而照片里自己穿着一件小背心,下身穿着粉色Bikini模样,有眼间网友发现隋唐似乎晒黑了,而且还晒出一件小短裤造型,好巧不巧晒黑线条更与沙滩同一线,让网友笑歪表示摄影师很会捕捉。 照片中最让人吸睛的莫过于隋唐一双纤细的美腿,粉丝们也纷纷留言,这根本不是妈妈的腿,到底怎么保持的,腿也太长,这腿太神级,这才是真正的美景。 其实随唐产后,身材越来越好,有赖于老公Tony哥的帮忙,他曾自曝自从婚后,会跟着老公吃得比较清淡,尽量少调料,保持食物的原型与本身的甜美。 此外,多运动排汗也是他维持身材,甚至越变越瘦的不二法门,他建议女生都要养成多运动,多补充水分的习惯,肌肤与体态也会更好。 有着优雅不凡的气质,鬼灵精怪的白心慧,眼睛大大,身材傲人,还有一双占身高64%的113厘米的修长美腿,可谓十足的美人胚子。 7.白心慧 白心慧1982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市,1999年,17岁的白心慧被凯沃模特公司发掘出道娱乐圈,被称为小李心杰,更被封为林志玲接班人。 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段说的就是白心慧。 在蔡康永与白心慧主持TVBSG新节目《决战第一名》,见面会上,蔡康永透露,他曾与林志玲搭档,开创名模主持风潮,如今在与白心慧合作,为了让他发光发热,他甘愿当矮子被踩在脚下。 站在176公分高,44多眉腿的白白旁边,蔡康永大笑,反正我人生也不是第一天当矮子,经过林志玲洗礼,到现在的白心慧,注定了身边永远要站着高个子的女生。 他比较两人差别,林志玲是端庄文雅的白玫瑰,只要给他任务,他一定会达成,而白心慧则是活泼奔放的红玫瑰,灿烂的笑容,可以立刻抓住观众目光。 白心慧表示,他是误打误撞,进入模特儿圈。 他在见面会上以火辣装束现身,金色比基尼搭配短到不能再短的热裤,尽管身上还罩着一件卖套,还是挡不住他惹火的好身材。 另外,林志玲 性格女神林志玲也是一代人心中的宅男女神。 娇滴滴的声音,傲人的身材,绝美的颜值,让人见之不忘,死之如狂。 这样的美人从来不畏惧岁月的底力,即便是人大周年依然有着傲人的身材,穿衣搭配上也是格外的个性张扬。 林志玲的美无法忽视,穿透饰裙绣把比身材,太让人心动了。 小姑娘都不敢轻易尝试的透饰裙,林志玲还可以自信地驾驭。 这样轻盈的薄纱真是神秘又妩媚。 一条黑色薄纱裙在肩颈部选择了单层的薄纱面料,透着几分唯美与忙碌,更加神秘吸睛。 让林志玲的这一组穿搭也变得更加热烟起来,时髦吸睛的同时更多了几分张扬。 身高175公分的林志玲,腿长就有112公分。 这双美腿直接占了身高的64%,比例真的非常完美。 二日前林志玲参演实境节目,公开了她睡前的美腿保养技巧。 林志玲在实境节目《花样姐姐装》曝光美腿保养绝效。 首先躺平双脚向上伸直,接着由上往下进行睡前举腿运动。 这个运动除了有助于消除腿部水肿以外,还能锻炼到腹部肌肉呢。 志玲姐姐曾透露平常会空住20分钟的时间做有氧运动或是垃圾运动。 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做这两项运动,不仅能达到消除体内热量的效果,还能将肌肉线条练得更完美。 白心慧 还记得白白白心慧吗? 名模出身的她拥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175公分高挑玲珑的身材,外形相当出众。 出道后曾演恶作剧《之吻》、《命中注定我爱你》、销售七集等影视作品。 和钱求心毛佳恩有过一段七年感情的她,七年前嫁给身价百亿的香港服务商唐唐后便消失演艺圈,她的近况也曝光了。 白心慧2011年和交往七年的毛佳恩分售后,来年便火速和德哨集团执行长唐唐交往,常被直击双方家人聚餐画面,感情相当稳定。 2016年突然爆出白心慧未婚怀孕震惊客界,8月她才亲口证实两人已登记结婚。 嫁到香港后,白心慧就嫌少公开露面,一切只因为她希望孩子需要我的时候,我都在。 2019年返台出席代言活动时,她才松口,2018年已生下第二个儿子。 尽管很想要个女儿,但她笑说不强求,一切顺其自然。 淡出台湾演艺圈后,白心会偶尔会在脸书份砖发出见证。 看得出已生个二宝妈的她,纤细身材和亮眼的外形依旧,过着低调的豪门贵妇生活。 吴佩慈 有名模般身材与外形,气质清新的女星吴佩慈,90年代以九头身怪怪美少女的形象,被唱片公司包装出道。 演艺出角阔及歌唱、戏剧与电影,但她2014年为香港富商男友纪晓波退出演艺圈, 还在与对方没有任何婚姻关系下生下二子二女。 两人至今在法律上人无夫妻关系。 而回顾吴佩慈的演艺历程与感情,她交过的男友一个比一个富, 但最后请归富商季晓波,打破世俗眼光未婚生子。 但随着她禅后退出演艺圈,她对婚姻路上的想法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吴佩慈早年是毕业于华港艺小戏剧科, 过去在演艺圈发展,她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学生时期与大小S和阿雅时同学。 同班同学相继踏入演艺圈后,大家各有发展, 其中拥有一百七十厘米傲人身高的吴佩慈,身材纤细又高挑。 一出道不是走甜美或是临家女孩路线, 而是被唱片公司包装成九头身怪怪美少女,明显做出市场区隔。 虽然是靠着唱片出道,但吴佩慈的演艺触角也持续放大。 她拍过电视剧《流行画园2》等戏剧, 还参与演出电影《独家世爱》、《分手合约》等。 吴佩慈还因为名模级的好身材,成为各大史上活动的宠儿。 前后也出版多本关于打扮、美容等书籍。 除了演艺事业发展多元,她的感情生活也很精彩。 吴佩慈一开始当歌手出道时,曾和制作人张宏亮传出绯闻, 后来又陆续传出于林志玲前男友苏典中, 夜店老板Tand跟萨隆巴斯小开施明廷等人有过一段情。 而她后来交往的对象经济实力都不差, 也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人物之一。 谢金燕 谢金燕日前举办演唱会并以性感造型炒热现场。 身高170厘米的谢金燕拥有一双令人羡慕的长腿, 虽然已踏入47岁,身材依然保持健美。 谢金燕出道超过30年,纪念歌曲主打电音曲风, 让她以一首《姐姐》捧遍大街小巷, 更被网友封为电音女神。 尽管已经迈入48岁,但高标准对待自己的她, 仍保持相当好的身材以及动灵颜值。 已迈入48岁的谢金燕一直是粉丝心目中的动灵女神, 过往在社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多张美照, 屡屡都引起网友争相前来互动。 近日她晒出近照,只见照片中的谢金燕笑得相当灿烂, 并以文字表示,其实姐相当爱笑, 但笑容易长皱纹,所以能不笑就不笑。 一番言论不仅解释了她平时不爱笑的原因, 更意外曝光她多年来能一直保持着动灵模样的秘密之一, 足见她对外表的重视。 杨秀慧 自身女星杨秀慧是美魔女代表, 保养得宜的她除了有一张动灵脸蛋外, 身材更是前凸后翘,相当不可学。 作风海派的杨秀慧日前曾放送火辣薄纱照, 大方秀出火辣身材。 这回她则抛出22张少女嫩照, 只见杨秀慧身穿低胸小可爱, 俏丽嘟嘴的她, 胸前饱满,尚未更是吸睛。 57岁杨秀慧昨晚在脸书发出22岁少女嫩照, 只见她顶着高马尾, 对着箭头卖萌嘟嘴, 脸上满满胶原蛋白。 而杨秀慧身穿低胸小可爱, 搭配毛绒绒短裙, 一弯腰就到处饱满上尾, 好身材相当吸睛。 不过杨秀慧却谦虚说, 翻到22岁的我不胜唏嘘。 杨秀慧大方发出35年前旧照, 星友也纷纷留言给一片好评, 方顺及直呼, 都没变呐, 22岁跟57岁一模一样呐。 还调出杨秀慧搞笑回应, 你有喝酒吗? 力量紧大赞, 好清纯啊, 现在更美, 是成熟自信的女人味。 唐从盛相应都直呼超正, 谢金晶则说, 哇哦, 姐好正, 现在还是很美。 杨秀慧还感性回应, 岁月不饶人呐, 妹妹好好把握年轻。 57岁杨秀慧出道多年, 早期是歌仔戏演员, 今年在戏剧综艺都有亮眼表现。 杨秀慧以爽朗个性, 犀利谈话风格, 让她人气很夯。 加上杨秀慧保养得宜, 拥有纤细身材和前途后翘的S曲线, 也让她成为是演艺圈著名的美魔女之一。 孙云云 台湾第一名媛孙云云走到哪都是时尚焦点, 除了独到品味, 稀粉无数, 保养功力更是预留。 超逆龄的脸蛋, 凹凸有致的魔鬼身材, 堪称是台湾第一腿精。 42岁跟女儿站在一起, 却像姊妹完全不科学。 今日她也在IG上秀出自己的工作日常, 超纤细眉腿大开, 配上超辣短裤。 粉丝直呼, 这腿真的绝了。 她是名副其实的副三代, 她的祖父是被誉为 中国电缆支付的孙法明。 1933年在天津开办县菜厂, 后举家前往台湾, 业务扩展至多个领域。 孙云云八岁带钻戒, 十二岁带香奈儿, 十四岁爱上豪门老公, 从千金蜕变成千金小姐, 二十一岁。 同时, 她有自己的事业, 她是所有台湾女性羡慕的对象。 美丽优雅, 家世显赫, 婚姻美满, 事业有成, 完美的名媛范例。 其实, 人生的幸与不幸 全在于自己的亲手创造。 接手家族企业的父亲孙道存 曾是太平洋电线电缆集团的掌舵人, 他还创立了美福。 孙云云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原生家庭, 但她也有自己的不幸。 父亲一向风流, 外面还有一堆小三二奶丝生子。 妈妈虽然长得好看, 但还是要忍气吞生活日子。 如此一来, 最后也难逃离婚的下场。 隋唐 满头卷发的隋唐 近日晒出自己的健身罩, 拥有修长身姿的她身高是172厘米, 堪比模特的完美比例, 随意就能拍出大长腿效果。 穿上露旗运动装秀出腹肌, 这样的身材太令人羡慕了。 热爱运动的隋唐就算是运动装也颇具少女心, 和叶边的紧身上衣甜美又可爱。 生完三个娃的她拥有紧致的腹部线条, 搭配一条高腰裤之后显得腿更长了。 隋唐的脸上也不见皱纹的痕迹, 笑起来的时候酒温也太甜了。 蓬松的卷发和扎起马花辫的样子, 可以用轻力温柔来形容。 素颜露出笑容的隋唐笑起来太甜了。 41岁的年纪保持如此状态真的很不错了。 隋唐嫁人之后就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生了三个娃的她看上去状态非常年轻。 一家屋口在海滩上玩耍的场景, 有点像电视剧里的感觉, 其乐融融的感觉太幸福了。 扎起丸子头的隋唐将肤色晒得健康绝匀, 身子太舒展了。